OK,FMQ1.5,自幽一声,渔夫自幽走。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这个主题要说的是,有个好聊的时间到了。 说要说的渔夫,现在我听你说,已经9.5了,要10点了。 你知道我开始,晚上吃吃的,我倒在腰里,你现在跟我说好聊。 你真实在是用,要给你暖宵休息。 哎哟,多哥多姿啊,吃饭啦。 我要说的好聊是什么,我之前就告诉各位,我不是美食吃,我不是在吃米饰。 我记得很多美食都在说,台南人的工作精神和他的生活态度。 今天也是同样,今天要说的美食,我要说他背后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台北,有一家叫鱿鱼瓶,鱿鱼瓶,鱿鱼瓶,是在康顶路。 康顶路,康顶路是接近三重的地方。 那以前,我常常来到这个鱿鱼瓶的地方,我有什么来说呢? 因为那时候,大家记得早期就是有一个电台,叫做绿色和平电台。 绿色和平电台。 那时候,我常常去那里做公布。 所以,因为我乘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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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就在那里吃一碗。 这个油鱼瓶,它的炒米粉,米粉炒,和它的油鱼鱼,很好吃。 尤其是这个炒米粉,我上头给大家问, 请问你这个炒米粉,不是炒米粉,米粉炒。 炒米粉炒,因为炒是动词,米粉炒的炒是动词,米粉炒的炒是名词。 这米粉有分子,粗和油的。 因为平台的米粉是算油的米粉。 不像是用炒,不像是用炒的,那些更粗。 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话说,人在吃米粉,你在发烧。 如果说到这个炒米粉, 我们台湾人是这样,他们老一辈子,尤其是在中秋节, 在拜过的年,的时候要炒米粉,米粉炒,来交代大家。 就是那时候大家说,吃米粉黄有何头肉。 我又讲过一遍,吃米粉黄有何头肉。 这句话就是说,这句话你听就知道, 他说,哦,这米粉是炒黄。 我们才会吃米粉黄,就是炒黄。 才有何头肉,这样就练下去。 所以这就是炒黄。 有一种是金粿炒米粉, 这金粿炒米粉是炒黄的。 但是,老实说,我的印象里, 我不能吃过米粉炒黄。 米粉炒黄。 我不能吃过,所以, 人家说,吃米粉黄才有何头肉。 我就是不吃过,不知道人家都找不到何头肉。 高精哥在那样,做到要试语。 他跟大伙开玩笑。 但是,那时, 为了这个民主电台, 有人说这是第二电台, 这个故事很多人没了解。 那第二电台故事我非常了解, 因为我就是深经整个地下电台的发展史。 他说,那是怎样? 我跟他说, 最早,最早, 这个人开始发展这种地下电台。 那个时候, 是在台北地区的人都知道, 一个叫做全民电台, 全民电台。 就是当正统人家的人, 一群人就去办的。 那时, 他知道那时, 就去外国, 建造电台, 发展的, 建造电台的设备。 这就由电台, 由那里发出来。 那时, 你的电台设备, 如果是去用炒气, 这就不得了。 那时, 我记得在, 没了啦, 我来到台南后, 台南部一位, 第二生肥疑疏。 那时, 也在做那些电台。 那近日, 三分之后, 早来他们家炒, 他就放在他们家的楼上。 三分之后, 也来跟他们炒热鼻。 那热鼻, 如果叫他们炒到, 没收, 你就不用发布了。 但是, 这道高一词, 磨高一丈。 啊, 不要紧, 这堂在收起, 我还有那个幽闭的, 鼻翁的一堆堆。 那时, 在全民电台的播音嘛, 我早期在全民电台的播音, 唉, 大家, 我想要给大家, 有一个人在写这个电台书, 黑白色啦, 黑白色, 都那个, 算, 不好的, 研究, 烤聚集, 然后, 青菜, déc菜, 娃白色, 那时, 我们站在全民电台来报音嘛, 你能听明白, 那时, 这时, 那个时? 要去报音的时候, 要突然乱乱匝ジャ woj outro, 讲起草hou threw pillow, 面送他这一个电台, 那个厉害呢? 電台最後是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現在的新北市 也就是以前的台北館最好的 因為那個人口 比較複雜 比較好長 再來呢 全民電台後 那時候 聽說政府 因為都沒有了解的地下電台 就在那裡收益 所以聽說是準備要開放 這一個人就開始用了 我記得那時候的綠色和平電台 就是在那時候用的 綠色和平電台 開始在那裡收益 我人就在旁邊看那裡的 港町情緣在收益 大家在那裡收益 那一陣子 就開始在那裡報應 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台 這台呢 我記得 叫做台灣支社 就是那個許隆寺 庫英寺 庫英寺台灣支社那時候也很有名 所以常常 大家記得說 這檀一聲 檀一聲 台灣支社 檀一聲 檀一聲 哈哈哈哈 那個歷史和平也是很有名 就是我記得那個 台灣支社可能稍微慢一點點成立 在什麼地方 這個庫英寺就經常說 很神秘 不可以說了 什麼 那時候 綠色和平電台 開播之後 後來 後來 在南台灣 又開播了一台 南台灣支社 南台灣支社 那時候 購這個名 不是很認真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今天好好的 搞不好就被抄台去了 啊 我們這裡去做公佈的人 不好意思喔 沒有錢的 二天的 做送的而已 啊 那時候我就主持這個五七了 五七了 什麼是五七了呢 這個月報的時候 五點到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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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在台北市 那個時候 都在塞車 塞車回去 啊很多朋友 我記得很多朋友 在給我翻譯 很多聽眾 他說 有余夫啊 你怎麼在夭壽啊 你怎麼說這麼精彩啊 啊後來我五點到七點 啊就塞車到家 啊 我母是說奇怪 才沒有要起來吃飯啦 他說 啊為什麼 啊我就塞到我家 總 人家總 不甘願要下車 在車上 繼續在聽你們說 要說到你七點 講完 我才要去你吃飯 就對了 那時候也沒有這樣的人 啊你說有可愛嗎 所以在那個 那個時候 電台啊 的作用啊 啊 就像現在的網路這樣 可以發出到不一樣的聲音 而且還有人 我記得那時候 還有人說做一種 啊 是另外一種的調查啦 說我們的那個收聽率啊 早就超過什麼景廣中廣 哎 我現在特別在這裡跟我們少人一輩說 不然 我在我們這個時代 要拼這個電台 不簡單呢 不是像現在這樣呢 啊 現在說有錢 大家可以來申請呢 不是呢 你有錢要申請嗎 沒有呢 可以說超超的 我不要再說 要乖呢 那要害怕死呢 哦 但是這個中間 發生了一間 啊 才有革命性的這個 啊 工作 哦 這個工作就是這樣啦 哦 因為 這個聲稱 要不然可以申請這個電台的時候啊 啊 啊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是區域性的電台 啊 譬如說 我們主義的一聲 可能就是台南加義 各種這個地方 啊 部份的地區聽得到 你看看就聽不懂了 你要去到台北就聽不懂了 因為聯博王 聯博王是後面的這個概念 啊 但是問題是這樣啦 那個 那個時候這樣規定 啊 所以變成 我有一天在公佈的時候 啊 我就想想說 我就問那個 技術人員說 欸 我請問的 啊 我現在喔 在這個電台在做節目 我可以call out給人 啊 那可以說 直接我從 啊 這個南台灣即將那些什麼行李 啊 那不知道說 我整個節目一開始 哦 南北共同主持 雖然 不是複聯 雖然不是聯博王 但是是南北共同主持 透過這個電話線 欸 我跟你說喔 那個技術人員一聽說 欸 啊 火鍋怎麼都沒想到啦 讚 喔 黃伊甲 就開始了 我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南北 這個主持 啊 用南北連線的方式 欸 我跟你說喔 如果要邊這裡有的沒有的齁 我最好邊啦 我常想那些有的沒有的齁 這個要怎麼倒那個那個 要怎麼倒這個 啊 啊這就是這樣 嗯 所有的發明都來自於飢餓啦 齁 什麼叫飢餓 啊你呢 來自於飢餓跟病毒啦 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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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說 啊你以為說啊你吃就不夠了 我吃得大湯 要吃得多的齁 齁 要怎麼用 啊就是 開始就要太胖了 啊 第二就是想 嗯 餅長 齁 餅長做這個餅長做餅長 餅長洗衣 啊就整個一支發明一下洗衣 齁 齁 對不對 啊就是這樣來的嘛齁 那所有的發明都是這樣子來的 啊 那時候就發明這樣 所以 後來就是 啊 所有的這個民主電台啊 開始都生清合法 後來 後來 吃不吃啊 大家就黏了黏氣了 啊當然買了 如果客氣有比較發電啦齁 齁 初期是在做這個南北 用電話連線的時候 那個品質 音質有點不好 齁 齁 但是慢慢的 齁 都做好了 啊 那這樣有信不信嗎齁 齁 齁 啊但是這個發電是這樣子啦 啊 又過來呢 那時候 我記得是差不多 一級九零 九零年的時候 啊 九零年的時候齁 齁 我九三年就是在這電視台了 啊 你在這電視台後呢 啊 因為呢 要開拓這個 有線電視台 所以我就 又不可以去做這個 啊 這個電台節目的主持 我便死了齁 我想說我們就沒辦法,很多人也很想要說的 是不是整個市場忍耐人一下 那忍耐人之後 就開始我就 慢慢一步一步就離開這個 所謂的民主電台,或者說 大家說的這個地下電台 但是呢 我們的電台就慢慢的發,因為 合法人嘛,發電就是越來越好越來越好 但是呢,這個時尊有一個人叫做趙燒康 開始起來 他也在行政一台飛碟電台 這個趙燒康,這就不知道是怎樣 我們這台灣人,不會做謎體 台北人都不會做謎體 就是說,我們做了好不容易經營到一陣子 放棄了不要,包括我 我也是怎麼會離開電視台 很多人說,他為什麼都沒有在電視台看到你 我們這個,有時候 我感覺是這樣 第一 那些台灣人比較 比較貼底 不要說不一定是善良 但是比較貼底 我因為看到大家這樣插到我們的視野 跟那些民主插到我們的視野 我感覺自己很辛苦 雖然我以前是總監 但是我感覺這樣國家社會 我有一天看到自己對不對 我簡直就是國家的亂源 自己在那裡看到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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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很辛苦 過天我就要去世的 我不要做了 我說這不是我的志業 但是人家扔我就喝了 他們開始嗑別跪也不要緊 說給你怕死也不要緊 都有 Macs 耶 這裏的人可以去做謎體 所以好好教的老师给你教的 什么新闻道德那些都教的 那是好好来在科技营的 到小会出来都没工夫了 都没工夫了 那也找不到典范 找不到典范堂学习 所以 买了赵沙康就开始 买买买买 一堆这个 所谓的民主电台 就去买买买买 让他就开始全国联播 叫他来说 你要说全省联播 我们话说全国联播 不然这么而已 你看到你现在电视台也这样 慢慢也是去买买 尤其是我们以前 微电台过渡到 这个有限电视台时 几乎每个地方都会有 一个电视台 不然 那я 不然 我们买买了 财团要买了 所以这件事 感觉起来是 这个经过的过程我到 我这样人生约二十几岁 二十二岁 就开始在中国四部 做到之前 我已经五十四岁了 这样讲起来也三十几年了 很万坦就是这样 我们在那个时代 突破到这个党政军的垄断 好不容易把这个媒体的公民权抢回来 表面上是很多明天一定归人民所有 比方说我们知道绿色和平是集资的 那时候为了集这个五千万申请电台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 在整个电台一直宣传 那就是宣传说我们现在要集资五千万 那我们希望呢 是所有的专民 大家一起来出钱 看能够出到五千万买 来申请 各位知不知道 那个时候绿色和平一定到他们要申请截止 在那些截止 里面的行政人员就告诉我 还要论 一忠新乐 陰 冰成 演出时候 刚才千多万而已 还有差三千多万 要如何 就要截止了 结果你知道 在同位一星期 所有的钱都一倍 所有要丁付的钱 这样差不多到那个时间一九年 这样整个轰一下 这样五千几万 很感动的 那种热情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 除了是最近的太阳花以外 热情已经没看 慢慢的 这个井嘴 静地 变成静客 变成静客之后 人民就失去 那种热情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就会决定 所以 那个时候 在做这个电台 如果说南北连线 就是为我那个时候开创去 所以 我现在说 有些车黑白色的在刷 黑白色的 不知道这个故事 黑白色的 刷到不知道 在刷最到底 所以 在这个电台 我在这个媒体里面 老实说 我自己感觉 这是不是就是说 我都去遭遇到 最具烈的改革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报禁解研 报禁解研 我就画漫画 在画漫画呢 那时候走到要死 哪怕哪怕 没人天生是勇敢的 每一个人都是 一边怕 一边弄 一边写 只是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坚持到底 最后的故事就是 古早时代的一个文天祥 我大概就说 文天祥 正气高 寻到这样 这个人 似死如归 有够厉害 我说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我们拿米露 人家撒米露 给他拿金钱 要给他引诱 但是文天祥 那时候 你想看看 金钱给你 米露给你 叫你不要反对政府 你敢撞得住 我告诉你 十个有九个撞不住 包括我也撞不住 有人说 这样就 就好 听话就好了 何必要 那麽冠泰 在台湾在前途 你们要死不死 你们家的事情 到处时 你又到我妈英修 也没法度 还是会到他了 所以呢 还是要到我国民党 也没法度 那人要给你出门 你又要 你自己就没反省了 对不 所以 不是每一个人很愿意 就是 文天祥 是说 他跟他 他真的要跟他 搞定的时候 那时候 清清他起来说 我也是要建设高低 这样才有法度 这样才是正常的人性 正常的人性是这样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 在空间 实在是 我们都实在是 走到要死 哪怕 就哪做 哪公佛 哪围堵 他就去访 这个电台 地下电台 我也是 哪里做公佛 三年呢 开始去访 有线电视台 时代 我在那里有 各位要知道 我是那个TVBS 超市三立 这都创台元老 那我在那里去 那个TVBS 的时候 还有我信不信 那时候 三周的记者 三周而已 三周而已 那时候还有李涛 张亚琴 都坚持 我是第一个专任 但是我在做电视的时候 是这样 我在做有线电视 我不是以前 我不是出生就在做电视 我是那时候 打起的时候 人家就叫我 人家就把我 现在准备节目涌下去了 就说 好了 开始要录音 因为公司设备不够 所以不能录音 要准备到现场live直播 蛤 啥 什么事情 live直播 各位要知道 那如果以前在电视台 你要训练 跟说 可以live直播 一定要经过 很久很久的训练 你让live直播 我不是 我第一次就直播 所以起立来说 说不对要怎么 说不对 说不对 我自己那时候 我心里面就想说 好这些的 赶压子上架了 起立 起立 我就说不对 就失礼就好了 所以我就起立 跟我说不对 自己又在那里 对不起对不起 讲错了 这个反而 让 一般人看了以后 说 哎哟 我不是看过 人家在主持人 我看人家在人家亲切的 啊 我不是看过这种 就是那个 所以从 那样 由那个节目开始 就 轰轰轰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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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地下电台 也一直在讨论 我的节目 很深色 所有人都在讨论 有些人一直在说 余夫哦 这个上了电台哦 那时候为什么 哎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去 我之前 开心 不管是 这个民主电台 还是电视 都同样 我的生活就是 所有的媒体 哦 那是 属于公共资源 比如说电台 电视 这些都占用国家资源 这些都必须要有 各方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表达 啊 你如果要做出保证 或是出车 或是吃 你要出你个人的 网络的部落格 这是你个人的财产 你要怎么做 也可以怎么做 都可以 所以 这些鱿鱼品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 到我的时候 在那些 对抗的这个 媒体垄断的时候 有一个 一段 很轻的感情 在那里 我现在 三五五十了 我去到台北 想到 就把我 水母的 水母的 我们来去吃一碗 炒米粉 想我说 为什么要吃炒米粉 不然 就想到 那个 过去的那段 日子 想到 为了民主 为了这些 媒体的 繁垄断 废出 付出了那么多的心力 而 不是说 希望大家 都 好伟大 不是 我是要自己 回去吃一碗 米粉炒 感受一下 过去那段 日子 那段日子 那段日子 大家的一种热情 当然 现在不能比了 所以 那些人都觉得 很多独吃 很多听众 很多观众 都充满着热情 最后 要跟各位说 就是 我在网络里面 有人看到 我这道文章 特别说 那铁鱼 金鱼炒米粉 是因为铁鱼 没有米粉 没有米 不能做米粉 那铁鱼 所以 就有 这道菜 叫做 金鱼炒米粉 出来 有人说 米粉 通常是在煮汤 不太炒 所以你搞错了 这也真是不 这边 露些东西就是这样 你如果 露些东西 就引发其他的 这个 獨家 要跟你做回来讨论 所以你就可以改进进步 要不然 别人把我炒开 就可以进步 嘿嘿 这也真是不 好 那我们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为止 这是 FMQE.5 自由自书 这是渔夫 自由行 我是渔夫 后来星期间 再会 拜拜